在今日宪政总咨询议程中 新议员舒逸成针对近来地震频传表示看法 舒逸成议员表示 政府因应天然灾害 任务编制、人员调配都非常重要 因此希望各局处市能够在有限的人力当下 做好防灾准备 另外针对学生部分 教育处也要不定期做演练 让学生养成防灾的观念 在天然灾害来临时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希望各局处防灾计划 人力的配置 我想现在人力是我们共同 很大的问题 人力的不足 但是要如何在时空、背景、环境 要如何去配置 我希望大家局長 相关的局長 大家来注重 当然你看日本人 他从小都教育 这防灾意识 每个人都知道灾难发生后要做什么 包括孩子 你一定要像教育处 孩子你一定要给他 这个 这个 肌肉 记忆 生活记忆 知道要如何味 要如何走 欣远陈怡君针对近老爱心卡 及步步共乘车辆不足问题 希望除了争取计程车执照数量之外 也可以给予司机一些利多政策 并保持与车行的联系 了解执行上的困难 才能让政策更好的来推动 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给予利多啦 比如说我看了你们的计划 这次渔池的派遣站 你们是保障司机的基本的收益 就是类似你要有一些利多 所以我觉得 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县长提到 就说不管是步步共乘 或者是进来爱心卡的部分 其实首要要先解决 没有车子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这是我想要表达第一件事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要多跟这些车行 来保持联系 也了解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 在今日宪政总咨询议程中 县议员舒玉成针对房灾整备 以及县议员陈宜君 针对进来爱心卡 及步步共乘车辆不足等问题 提出建言 希望相关单位参考采纳 共创宜居的程式 记者陈伟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事情都应该 不想起来 就会ケ伤 此单位参考 我们好